怎么选市长 好问题 听到学弟问自己如何选市长 你有参回忆 当初第一次选市长时穿破了六双鞋 因为他认为选票是一张张走出来的 我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是38岁 我是那一届最年轻的市长候选人 然后我的知名度是零 所以你也可以选市长 我选市长的时候 我知名度是零 你们一定不可思议 想说神经病那个知名度是零 也敢去选市长 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开始 那我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呢 我穿破六双鞋鞋 所以如果你要选市长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选票是走出来的 受到母校文化大学邀请 金融市长刘昌 特别与景观性学弟妹畅谈 如何解决台湾城市发展的困境与问题 在分享改变金融这座城市的经验时 零又常直说 在文化景观系与台湾城乡所学到的 对他帮助很大 我们建筑规划或者景观科系的学生 有一项我觉得最厉害的 就是去做田野调查 你必须做田野调查实际了解 实际的现况 而不是透过间接的资料去理解问题 那我们之后再做规划跟设计 再处理解答 提出解答的方案的时候 才会真正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系上给我一个很好的训练 在说明如何运用都市计划专业 一块块的缝合 及策略性的把缺点变成优点 让金融市彻底翻身 像现在最夯的正兵色彩屋 就是他与文大景观系主任郭琼瑩 携手摸了两年 才唤起地方居民的参与意愿 宁耀昌也对现场学弟妹 提出几项建议 规划必须要有整合不同专业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规划 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在座的同学 特别是念都市计系的 最好要让各位的知识的广度要广 虽然都市计划的专业技巧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能够接触不同的领域 把你的知识的范畴扩大 会对未来你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会很有帮助 而且都市计划也不是只是话而已 你必须要听得懂其他专业的人讲的话 会建议各位同学 不要被现况所制约 要去想是把事情做完 还是把事情做好 对不对 牛昌也鼓励年轻人 应该勇于参与公共事务 用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 我非常鼓励年轻的同学 或者年轻人一定要参与政治 因为政治跟所有事情 通通都有关系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所以各位同学 一定要积极地去参与公共的事务 透过你们的专业 透过你们的专业上的一个能力 去改变这个社会 其实这个就是念规划 念建筑 念设计 我觉得最棒 然后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以30个小时拆除市中心区天桥为例 牛昌表示 自己的人生态度是永远不要说不可能 用积极乐观的精神去面对每一项挑战 透过改变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